以往比較容易拿五連殺 不外乎是摩恩 奎倫這種 今天我們帶來 新版最容易五連爵士的英雄 一隻很帥的英雄 一隻很帥的英雄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布萊特 一隻很帥的英雄 那布萊特人不單只帥 也注意我們的劍 那劍呢會列成碎片 還會列成一把完整的大劍 光是劍呢就比別人帥很多 布萊特呢 有點像傳說的火影忍者 體累住著光明之神 而對面羅里昂呢 剛好就是我們的敵人 那麼剛好呢這場是光明一暗 生於魔鬼大戰 如果大家想看魔王羅里昂視角 是我們再專門做一部影片 給大家講解講解 主角是布萊特 出裝奧運魔紋 魔紋呢跟裝備有點不一樣 魔紋呢從中的複死 改成了死亡詛咒 這樣子呢確保我們能夠一套擊殺 觸發我們的刷新 再來呢我們造出裝 暴擊率並不高 因此呢暴露的效率比暴走好一點 而且呢帶暴露的話 前期清也是錄得比較快 中間大概三到五可以奪罪 增加我們的續航力 本身的魔法帶來的功能 已經相當夠用了 就有吸血 之後我們出魔防鞋 需要他的任性 怪人任性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布萊特開大瞬間 也是有免控效果 甚至可以擋掉一些傷害 片頭可以看到呢我們開大瞬間 直接擋掉洛陽整個大招 讓他大招消化 這邊一開始呢敵方就要亂我們 注意點 有成功上司等 玩布萊特呢 首要關鍵是如何正常的發育到司呢 我們玩這個賬號呢 比較不喜歡打野 這個其實不完全是心理作用 是真的有針對系統 比如呢如果我們玩小號的話 可能玩 排位更高的場次 十場裡面呢 有七八場我們都可以正常發育到司 可是呢玩本號玩打野 可以正常發育的話呢 是可遇不可求 很常呢會遇到什麼美娜呀 那夸克呀 二等的弗洛倫等等的亂演 現在沒辦法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呢 我們可以call隊友來幫忙 隊友不支援的話呢 我們只能夠想辦法發育 想辦法發育呢 比如跟隊友分享中路兵線 或者哪邊可以支援的兵線 玩打野比較害怕還是呢 隊友送頭 像這場我們夸克呢 就是我們可遇不可求的隊友 勾子勾得不錯 這勾子獲得手殺呢 是夾子連城的 有此可見呢 輔助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繼續我們發育的節奏 注意到敵方打野在中路露頭 有些網觀眾留言說 怎麼看敵方露不露頭 很簡單呢 看小地圖就好了 你多看小地圖呢就會注意到 敵方的英雄出現在某個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依情況來判斷 玩打野呢除了觀察小地圖之外 自己的核心節奏 刺野的路線也不要亂 刷野的路線是挺重要的 刷野的路線是挺重要的 那這邊我們出完地藍 就可以往中去支援 OK 拉茲擊飛在我們的雲霜 抓到甲蟲 逼出了他來的零霜 盾是把他打殘 之後把他帶走 收到敵方打野呢就有鑽 敵方打野叫了作火復始出來 OK 那繼續我們的發育之旅 注意甲蟲在敵方藍區 甲蟲在中路 他剛下過招了 那繼續我們的裝備 聖劍呢是必須的喔 我們需要他的高爆發高輸出 之後我們補天成雲 這樣子呢就算是歐米教 也會被我們一套帶走 天成雲很重要喔 布萊特追求的時候呢 快速把敵方秒殺掉 天成雲之後我們補一個王者劍 通常布萊特不太需要出拒魂劍 比如我們打呂布的話 如果呂布在對面呢 有天成雲有王者劍 那傷害是足夠把他帶走的 善用我們的高爆發 一二連招 一技能跟我們眼前胡弓呢 可以疊被動喔 疊滿被動之後呢有印記 接下來我們的攻擊 就會變成真傷 使用大招 要躲過敵方洛里昂的技能 再使用二技能 增加攻速 之後敵方直接打兩人 追上去敵方洛里昂 附近沒有其他隊友喔 那就沒關係囉 這邊看有沒有機會推塔 敵方甲蟲是沒有周路不死了 找敵方紅 然後 還可以反掉 賭敵方洛里昂 這人也是多打少的 可是要注意敵方的資源就是 跟著洛里昂的球帶著他 勾得不錯喔 超神一勾 傷害差一點喔 歐米切 注意呢不要被他推到尷尬的位置就是 可惜了點喔 甲蟲趕到 結果我們隊友把甲蟲帶走 還不錯 繼續發育 刷傷去世蘭 夸克 OK 跟拉茲連動 收了甲蟲 幹得不錯 全操作 魔玩打野呢 最不想遇到對面的輔助就是 夸克 還有就是會玩的美娜 夸克比較恐怖就是 所以野獸帶不然被刷走呢 與其前面 前一兩輪 會很傷節奏 比如如果比對方打野慢傷四點 然後隊友送一送呢 完蛋了就是機會是隊友瘋掉喔 OK 上這邊呢隊友佔下路有做事 那也不影響我們節奏 若是隊友沒做事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穩定的發育 裡面的甲蟲還沒復活 我們應該可以先吃掉喔 就讓他 提前奔過來 OK沒意外 不然就是凱撒速度也挺快的 這時候直接來進攻了 不要給你看到喘口氣了 不然去打得起來 原本是想要讓呂布呢 去分推上路 那就可以一起進攻 黑洞絲龍放在下 來追追這個甲蟲 先把兵線清了 甲蟲叫我們藍去露頭 他應該在吃我們的藍 打到他 暈眩加速帶走 這時候我們天空氣龍再推下路 這時候我們天空氣龍再推下路 那我們就從 自己來推甲蟲囉 剛剛想要把甲蟲一起推主要原因呢 敵方看起來挺會玩 尤其是觀念反野等等的 這樣子的話呢 會怕敵方分帶 被敵方分推的話呢 可能會浪費點時間 還有回收 甲蟲一起推呢 現在就最佳的走法 現在呢 三路兵線陸續進去 等中路進來 開過一大招 敵方的射手 甲蟲又去分推咯 這分推呢對我們來說是挺 好痛的唷 OK 這波敵方就難手了 往後拉 帶走 炮車還在 那可以拆 被敵方射手殘血跑掉了唷 敵方回攻全部血要點時間 收掉就落單 落掉的歐米加 之後呢我們中路兵線也抵達了 甲蟲剛剛清了四下路兵 我們身上是還有大招的唷 最後直接拆一彎主堡了 冰線 摧毀主堡解釋遊戲 以上是帶布萊克打來的實戰解說 布萊克呢我認為他挺適的蛋白的 首先他非常的安全 可以比較正常的發育 只要發育起來呢 單挑和團團都有不錯表現 那麼尚恩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